从唐诗诵词精选,前言,上天给你关闭一扇门,总会给你开一扇窗,不会把人逼到绝路的,即便是绝境,也会绝处逢生,生命里,总会有一朵祥鱼为你缭绕,这个世界,总有你不喜欢的人,也总有人不喜欢你,这都很正常。 而且,无论你有多好,也无论对方有多好,都渴求彼此不得,因为,好不好是一回事,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,可以去讨人喜欢,折损的,只能是自我的尊严。 不要用无数次的折扬,去换了一个漠然的低眉,雨村将会换来的,只会是对方愈发的居高名相和一只气势。 没有平时,就用无对等,也不要在喜欢不喜欢上,分出好人和坏人来,带着情绪倾向的眼光,那年会陷入扁侠。 咬人的,你不能说它是坏狗,狗总是要咬人的,就是狗的天性和使命,也就是说,在盯着别人的同时,还要看到自我的缺陷和不足。 当然了,极致的喜欢,更像是一个自己与另一个自己,在光阴里的格式重逢,愿为对方毫无道理的盛开,会为对方无可救药的投入,这都是极致的喜欢。 这时候,若只说是脾气,情趣和品性相投或相通,那不过是天喜,最深的喜欢,就是爱,就是生命内里的黏附和吸引,就是灵魂深处的执着将受与深情对望。 有时候,你的无数个回眸,未必能看到一个擦肩而过,有时候,你拿出天使的心,并不一定换来天使的领域。 如果对方不喜欢,都懒得为你装一次天使,谁也不需要逢场作戏。 尽管,一时的虚情假意,也能抚慰人,陶醉人,胆中会留下堂塞的痛,敷衍的伤。 所以,这个世界最貌少气的事,就是跑到不喜欢的人那里去问为什么,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,没有为什么,就像一阵风刮过。 你要做的是,拍拍身上的灰尘,一转身沉浸走开,然后,把这个不喜欢自己的人竟然忘掉。 一个人,风尘仆仆的活在这个世界上,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,这才是最好的态度,不要再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快乐。 然后,又再喜欢自己的人,这里忘记了快乐,勉强不来的事情,不去追逐,你为此而累的时候,或许对方也最累。 你停下来了,你放下了,终会发现,天不会他,世界始终为所有人祥云聊赵,谁都在世俗的泥腦里扑腾着,有的人天生是来爱你的,有的人注定要来给你上课的。 你苦心经营的,是对方不以为意的,你刻苦憎恨的,这是对方习以为常的。 喜欢与不喜欢之间,不是死磕,便是死磷。 然而,这就是生活,有贴心的温暖,也有刺骨的寒冷,不过是想让你的人生,变得更加丰富,更加完整。 在辽阔的生命里,总会有一朵或几朵祥云为你缭绕,与其在你不喜欢或不喜欢你的人那里苦苦挣扎,不如在这几朵祥云下面快乐散步。 天底下赏心坏事不要那么多,只一多,就足够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